特別的那個隊企 EXO主唱薄獻 睽違將近9個月 帶著SOLO MINI 2集Delight回歸 不僅首賣當天就大賣60萬張 首週銷量更突破73萬張 且向男子SOLO出動的最高紀錄 主打歌Candy回歸當週 就拿下三座音樂節目一位 不只銷量音源好成績頻傳 日前他出演NBC的廣播節目 中午的希望歌《我是金信音》 也為該節目締造 NBC史上最多 同時上線聽眾數的新紀錄 SOLO MINI 3 Candy Kan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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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然這次也少不了Kandy Challenge囉 不只詩勳和Kai都力挺哥哥加入挑戰 他去上江漢娜的廣播節目時 也親自教Kandy的編舞 江漢娜不但學習力超強 還配合歌詞加入新的動作 兩人最後還拿著咖啡和化妝包當道具 超可愛的互動 也讓不少粉絲留言表示 這應該是最可愛的Kandy挑戰了 一眼間 以及跟 inv重 Kan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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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liminated Kandy Ktycznie Pоры Kandy 是 你 Kand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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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的 好出動了? 太好了 對 包裝好 放手揶揄 放手揶揄 怎么样 一个推过 一个推过 其实两人曾一起拍摄过2016年播出的韩剧 步步惊心地 所以当江汉娜上传这段影片打自己的SNS时 不止一起出演过步步惊心的IU 在底下留言说 这是什么啦 太好笑了 真的是很有趣的熊妹呢 因为太好笑了 所以又看了一遍 别舞怎么可以背得这么熟呢 为什么要突然拿起杯子和化妆包啦 随后四皇子李准姬也留言说 两人的默契太好了 是不是有偷偷练习过呢 跳得超好 绝对要称赞你们 那大家是不是也跟小编一样 有点想念皇子们 皇后娘娘和解数呢 你说什么呢 很好的,很好的,很好的 很好的,很好的